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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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示範一下 如何扮演素額 話說我上星期 去了Dofille 法國的其中一個地方 去了兩天 其中一晚我去了朋友 翅膳一笑 第二天起床就發現不對腦 因為其實我跟朋友 不是很熟 所以我起床 看到我這個樣子 那就大劑了 加上大家都知道我穿的皮膚 差很多 所以我對素顏的樣子是沒什麼信心 但我又不想讓他覺得 你起床下來吃個早餐 要不要化痕整個妝 可能平時化開妝的朋友 就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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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化妝吧 但如果正常沒有化開妝的 看到我應該都不會覺得我 化了很多妝 起碼不會覺得我很濃 很自然 整個自然樣子 一起來 整整齊齊 看到人 我想大家在現實生活中 應該都遇過差不多類型的情況 就是 你不想掃眼見人 但又不想讓人感覺 你很濃 很想裝作很自然 你明白嗎 你家裡沒有理由化那麼濃 所以我想這個妝應該會幫到你們 我們做好護膚步驟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化妝了 首先第一步 當然要畫眉 我先用眉椒 上眉型梳 它會令眉毛更粗 現在我會用眉筆 輕輕填一些洞洞 然後再梳開它 這樣顏色就會很自然 很舒服 拿點陰遮住 另外那邊就不用畫了 先蓋上去 化妝方面 我決定用不同類型的遮瑕膏 去代替粉底 首先我會用TASTE這枝 去遮我的黑眼圈 它的質地比較稠 所以我擠很少 在我的手背上 輕輕按下按下 就可以遮到黑眼圈 就不用遮蓋 反而有一點黑眼圈 透出來才可以裝滿自然的 然後我會用NASTE這枝 去遮我的抖抖印 做法也是一樣 用好笑 在手背上 分量就會更容易控制 如果情況嚴重一點 我才會用Make Up For Ever那枝 Full Cover 大家見不見到 我都是滿面油光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 用碎粉輕輕定定妝 皮膚看起來就會細緻一點 然後到眼妝方面 首先我會用一支黑色眼線筆 再用掃輕輕點 如果這樣畫 顏色太深色太實 就會很容易被人發現 我這樣慢慢用掃上 大家會看到顏色很淡 又深深的 很自然 今次會用啡色眼線 再填補眼睫毛的根部 就可以了 再用我們的掃 還有剩下多餘的顏色 再畫在我們的下眼線上 其實顏色是很少很少的 基本上是 不會很割眼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發現 如果你的眼睫毛同樣 又梳又幼 我就會塗少少的Mascara 再用我的手指 輕輕地按一下 按一下 就會按走多餘的眼睫毛 出來 然後就會變成天生濃密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那麼乖 每天洗澡 我現在就會用我的腌脂掃 用剩下的腌脂 輕輕地按一下臉 我現在只是塗潤唇膏 不過如果大家想純色 訓練一點 就可以用一個有色的潤唇膏 搞定 那你就可以出門口騙人了 大家看我現在走出來多裝飽 飛得來又見人 又不會太陽衰 好啦 我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我好快見到你們了 拜拜